搞清楚退休保障 才可以幫自己多累積一些退休的老本嘛 接著我們馬上來聽聽 精打細算的勞工怎麼做的 每天工作得面對一堆數字 他是一名精算師 最主要就是算退休金啊 算員工任務權這些 幫那個財報上做一個揭露 天天在幫企業算退休金 他自己的退休老本 當然也經過精算 我是有自體啦 自體的話呢 你提勤的錢是免稅的 不過如果自己要考慮一個因子 就是說這個提勤的錢呢 要六歲才能領出來 我是解讀成優點啦 比較不會不小心把它亂花掉 適用勞退新制的他 也注意到10月29號 行政院通過勞退條例部分修正條文 採用新制的勞工 符合年資年齡條件 可以選擇請領月退休金 或是一次退休金 我可能會選月齡 勞本的話他低風險的重要性 比高報酬重要 像如果說勞退新制的話 他現在政府如果說過去這10年 投資績效大概是2.4% 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 因為如果同期的定存是1.7% 還是有比定存比較好 他如果整個平均的部分呢 是負的會小於2年定存的話呢 他就會有2年定存就給 就變給1.7% 也就是說進隔工退隔手 月領還可以減少勞本錯誤投資 或是被詐騙 一次領的優點 則是投資有彈性 一次的話呢 他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生涯規劃 譬如說自己去運用 或需要用好錢 其實勞工在這個時候 就應該先做好自己的 退休生活的規劃 包括在財務上怎麼來規劃 每一位勞工 都應該為自己的退休勞本 精打細算 雨電tv 張家梁玲玲台北報導